13 Pro相当于什么档次的安卓机 目前市场行情接至2000教育段 那么它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 小杨也使用了差不多13 Pro两年的时间了 首先一定要吐槽它这个外观设计 你说不就刚边框有质感吧 但是这个直角边实在是太个手了 基本上你不带可使用是不行的 不过作为21年发布的高端机型 它搭载的是满血的A15处理器 再配合上这个120Hz的高刷 目前仍然是处于一个性能过剩的阶段 即便是最新款的15 Pro对比 在动画效果方面也丝毫拉不开差距 那么这个13 Pro放到现在到底还值不值得入手呢 针对网友的一些小提问 我就来解答一下 第一13 Pro的续航到底怎么样 轻度使用能使用一天吗 按照小杨的一个使用习惯 早上充满电出门 到公司基本上就是来回复粉丝一些消息 然后中午的话休息就打打游戏 下午的话就拍拍视频 晚上下班还剩余46%的电量 所以说参考小杨的一个使用频率 轻中度一天一充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第二13和这个13 Pro到底哪个性价比更高 其实现在已经快一月份了 这个时间节点来说 其实已经是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抄底价了 像目前这种卡贴13 188G 市场大概是在2300到2500 而卡贴的13 Pro 188G则是2850 先给你们看看同行的13 Pro还在出多少钱 3699 但是在小杨这里直接二字头29997 不过量级橙色的可能要贵一点 都是两级价位单 那要小杨选的话肯定是13 Pro 第三就是苹果13 Pro和14 Pro打游戏哪个更好 小杨也是同时对两款手机进行了半个小时的 王者游戏测试 在全局高帧率高画质下 13 Pro平均帧率是114.3帧 温度的话达到40到42.7度之间 而14 Pro则为108.4度 温度的话达到了42.6度的样子 看来论体验还是13箱啊 综合以上的这几个问题 相信你们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吧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讨论